欢迎大家回到韭菜人生 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28号是公共假期 但是公共假期政府还是有一个很重大的消息传出来 它说5月1号不实施了 5月1号无法实施奢侈品税 什么叫做Lazulite? 当时团结政府刚刚上台的时候 第一次财政预算案就想说要推出奢侈品的税收 获得很多人的赞成 就是你买那些手表 名牌表 那个一两百千的表 买那个包包 一万两万三四万的包包 Losma买的那种包包 全部要跟它抽 5%到10%的奢侈品税 后来就慢慢延伸到那个环金 买环金政府要抽你10% 这个环金估计就是这里出问题的 然后凡是 只要那个东西被归类为Lazulite 政府就要抽税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劫富济品的政策 获得大家的鼓励 获得大家的鼓掌 但是后来呢 估计到现在呢 这件发觉好像不太对劲 如果5月1号要实施 那个Lazulite test的话呢 这几天那个 Lolens的手表不是给人家抢到完去 他不是给人家闯 不能跑到那个Lolens那边去排队 去买手表 那些LV的店啊 这几天应该人家排队排到满了吗 应该全部去抢 去买LV啊 买Amaz了吗 为什么那些LV的店啊 Amaz的店都没有人去了 所以是不是那里出了问题 是不是这个奢侈品是有很大的问题 现在要重新研究嘛 所以呢 我们就讲嘛 现在目前的这群 这群团结政府呢 他们是反对党嘛 他们是反对党执政嘛 你做反对党的时候呢 反对党在街头那边有Liformacy Liformacy 没有太过去实际的去操作这个政府的东西嘛 现在突然变成政府之后呢 一开始上台的时候呢 还是很反对党思维的 劫富纪兵啊 这样有钱人抽税啊 把有钱人的钱全部抽过来啊 所以就推出这个Lazuri test 现在就知道不对了 其实这个Lazuri test呢 他犯了呢 跟PADU一模一样的错误 像PADU今天那个Sarawad的总理呢 Avanzo Harri就讲了 PADU就PADU啦 哪这样多资料是什么 有些资料不需要拿的吗 像Avanzo Harri讲的就对了 因为他跟人家拿太多资料 有些资料完全不需要拿的 Avanzo Harri讲的不是没有道理哦 所以你看PADU的问题就是 到现在他一直不跟你讲了 他要怎样实施这个东西 就叫你甜甜甜甜甜 这个Lazuri test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问题了 他到现在还没有 他那个表list都还没有出来 什么东西有抽 什么东西没有抽 怎样抽 所以输利特斯到最后 它是一个不切实际的 不切实际的 所以等一下人家会讲 没有啦 那些外国人 新加坡人 极有钱 新加坡人不是来马来西亚做外劳 是来马来西亚买奢侈品 新币一袋一袋拿进来 然后那个老雷手表 在马来西亚一袋一袋 给他们运走 那些美国人拿美金来 也是一袋一袋的 那个哈马斯给他们买走 不是这样的东西 外国人是不可以抽的 外国人是要在机场那边退税的 好像那个外国人买了4万块的 阿马斯包呢 4万块他就抽4000块嘛 他去到机场的时候呢 他要在那个退税的counter那边呢 政府要把这4000块的 拉书利特斯退回给外国人的 外国人是不可以抽的 他只可以抽本国人罢了 只可以抽马来西亚人罢了 所以算来算去呢 这个整个拉书利特斯 只能够给政府增加7亿的收入 7亿啊 搞了一大堆搞了一个新的政策 搞了一个新的税 结果只收到7亿 哎呦拿去投资更好啦 这7亿你叫那个 那个什么 阿马拉斯和National啊 啊 啊 KWSB哪去投资不是更好 投资就轻轻松松赚7亿啦 搞了一大堆的东西呢 才7亿啊 这样子搞来就什么 而且你这个抽出去呢 还破坏市场破坏到很厉害哦 影响打击这个市场很大哦 再加上呢 他太高估太乐观 国家的经济了 现在其实很多人都没有能力去买这个东西了 所以种种的问题 就导致看到他 现在他要delay了 所以今天有副财政部长报告 他讲说5月1号 就没有抽奢侈品 所以大家5月2号也别照样去买手表 照样去买包包 其实到底现在要抽什么呢 到现在还不知道 他到底要抽手表 抽包 抽环境 环境到底抽不抽呢 他还是不敢讲 还是讲不清楚 像帕渡现在剩最后3天了 帕渡到底要给多少钱呢 到现在还是讲不清楚了 所以这个就是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大家拎则实施日期 因为他很多东西没有做好 很多细节的问题 最重要加上一个关键就是 按华之前讲的 他每年才7亿罢了 他说5月1号 他说7亿 OK 如果政府 你要做一个东西呢 只能够给你赚7亿的话呢 那你叫我 我绝对反对咯 真的你7亿拿去投资 你7亿给CALABRESP投资就好了嘛 投资赚更多钱嘛 是不是 如果说70亿呢 考虑考虑啦 70亿呢 看看他的存衡利弊之后再决定啊 假如你抽一个Lazulity test 可以赚700亿 无论怎样都要ON 政府倒台都要ON 700亿都要ON 我跟你讲 问题是他 这个东西呢 收入 才这么少哦 上来上去才1年才赚7亿哦 之前人家认为说 抽Lazulity test 10%呢 政府可以赚很多钱 现在想来想去呢 不行哦 他只不过赚7亿罢了 你为了这7亿呢 你要开始去得罪这么多人 因为你每抽一次都是得罪人 而且呢 很多是那种 冲的 你们知道什么叫冲的啊 真正有钱人呢 对他们来讲 买200千的东西呢 抽一个20千呢 那个影响不大 问题是那种冲的人 他们买1万块2万块呢 然后放在IG那边呢 讲自己很有钱的 假扮很有钱的那种人呢 那种人是中最惨的 他买一个2万块的包包呢 他就要被抽掉2千块 这个打击也蛮大一下的 然后再来这个 这个环境那边就讲 政府还是没有搞清楚呢 你到底环境要不要抽 假如你环境也拿来抽的话呢 环境也变成Lazuli的话呢 那么这个是严重打击环境的市场 就导致我们买环境没有意义了嘛 你买环境的都给政府抽掉10%了 你这样子呢 还买环境做什么 是不是环境到时候起的时候 也不是起18%嘛 对不对 所以就好像刚才就讲了嘛 这个Lazuli Tesla 你都不能够抽到游客的身上 可能游客会来马来西亚买这个Lazuli 但是你游客是不可以抽的哦 然后你抽大马人呢 大马人呢 除了那几个疯狂的人像Losmar 那几个疯狂的人呢 只有那几个疯狂的人才会去买嘛 大马人一向来都很低调的 大马人有钱是蛮有钱 但是他的生活蛮低调一下的 不像那些外国人呢 整天要全身都是名牌 好像中国人那些全身都是名牌 你中国抽Lazuli Test 还会抽不少钱啊 你在大马呢 又不行哦 然后呢 你就硬硬要从这些有钱人身上去抽这个税 所以这个又是一种本末导致嘛 在马来西亚缴税最多的人 还税最多的人就是有钱人嘛 这些T20的人 那个收入很高的人 每年他们就是交所得税的主力军 他已经把所得税交这么多了 现在他买一个包包呢 你还要抽他这个税 买一个手表你还要抽他税 最糟糕的就是他们之前讲到 现在买手机啊 买这种五六千块的手机啊 都要抽啊 这个真的是很大的打击啊 所以人家 人家已经交所得税交这么高了 还要去抽他的那个Lazuli Test呢 这个真的是很不公平咯 因为有钱人他是一定有缴税嘛 当然那种逃税的那种是少数啊 那种我们不能大概率那种叫少数嘛 那种不缴税的那种叫少数嘛 是不是 大概率的都是有缴税的嘛 所以这个政策也不是很对嘛 所以他需要更全面的检讨 所以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首先还是那句话 List要出来咯 你什么产品 什么Category 什么类型呢 抽多少呢 你那个List快点做出来嘛 做出来呢 你还要翻到市场 他们工会啊 他们商会去讨论嘛 他说我这个手表有抽 那个手表没有抽什么 总之你List出来就是得罪人的啦 然后就会跟政府 讨论啊 讨论啊 一桶时间咯 你到现在你看 5月1号要实施了 都还没有出现那个List 都还没有出来 这样你叫这些 商家怎么跟政府去讨论呢 一切都来不及嘛 一切都太残出嘛 是不是 又是像Pattu这样子 是不是 各位观众朋友 所以看见这个 5月1号呢 这个Lustry Test 被Delay了之后呢 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大家觉得呢 这个税呢 一年才赚7亿呢 有必要还是没必要去抽呢 你到时要的话呢 你还要在机场 每一个机场 你要开那个退税 还要设立退税系统 单产退啊 人家买了400千 你单产要退40千给人家 所以你觉得有没有必要去实施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回见